Hello 大家好 我是JoJo 前几天我帮我弟弟和妹妹 Renew Passport的时候我发现到 在Renew Passport的时候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上传照片那一趴 我帮我妹上传照片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我照着Kiki教学的方法上传 一次就通过了 我妹本身是有这样子的照片 然后你scan去电脑 接下来的步骤你可以去参考Kiki的影片 Kiki教学影片我会放在直讯欄那边 你们可以去参考 D的话呢我D用这个方式 是行不同完全行不同 然后我也用了超多种方法 我一样也是scan 然后照着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子去 不会明白为什么它的就是 does not meet the specifications 要不然就是size不对 因为你的size要在介于100kb到300kb之间 它这样scan了过后 不对然后我就去 调大就是resize它的那个 照片结果 它就一直出来就是photo does not meet specifications 我弄了超久 我去下载apps啊 然后去上网弄那个 made passport photo proviso photo canvas啊那个叫canvas 就是edit照片的一个apps edit照片的一个website 也一直不行 然后我们想说哦这样算了 就不要用这个来edit 我们自己拍过一个照片 就是去下载电话一个apps 就是map passport photo的apps拍 也是不可以 而且超夸张的是我还出过那种 feel的那种红色 红色字跟你说的就是 background not in white 天哪那个背景已经是白色 因为我是特地edit code 那个人头出来 然后放白色的那个背景下去 他都可以出现这种我就觉得哇 超崩溃耶 最近联系几天一起弄一次弄 结果都一直失败 最后我超超超灰心 因为我也问了朋友 然后朋友也教了我很多种方法 就是以上我讲的啦 然后我也把我弟弟的照片 send给朋友 然后叫朋友帮我弄 也失败 然后后来我就超超无助 然后直接打去malaysia high commission去问 因为他其实如果你在online弄不到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去malaysia high commission 然后去他的guard house 拿那个form子填 就是一张表格填了过后 当场丢进 当场放进他们的dropbox里面 那一个dropbox我有问 是24小时的 所以你只要带笔过去填那个表格 然后直接放去dropbox就可以了 不过我的看法的话 就是当你放进去dropbox之前 你先拍个照做一个记录 因为毕竟 以防万一嘛 万一你的纸不见啊 你的表格不见 或者你到四到五个星期之内 没有收到信息的时候 你想要问 可是你又没有证据证明 你有去放过这个表格 所以最好是拍下来 做一个 留一个记录这样 不过最后 我第一次没有去到malaysia high commission 那边当场填那个表格 然后把表格放去dropbox 因为在当天的时候 就是我打电话去 给malaysia high commission的时候 他刚好去到 Biahleba PLQ mall吃东西 我就那么刚那边想 就看到一个相馆 他就直接walking进去 就想说 我想拍renew passport的照片 你们有这个service吗 然后是有的 而且那边那种很好 就是当场会帮你 试一下你的照片 可以不可以用 可以用的话 就直接send个soft copy给你 然后你只要在你的email那边 下载那个照片 然后upload就成功了 就是这么这么的简单 所以如果你也是有照片上的问题 你不妨可以去一下你附近的相馆 然后问他们有没有这样服务 他这样拍一个照片 然后send送copy给你 差不多是16块新币左右 我弟那边是收费16块 然后其他地方 我就不清楚是多少钱 然后最后我发现到 你知道为什么我弟的照片一直不播吗 原因就在他那张的脸 他的脸就是属于偏长 其实你在进那个renew passport 那个website的时候 他就有跟你说 你的人头大概要多少cm到多少cm 上面要空多少cm 跟这边要空多少cm 然后旁边也是 其实主要你的脸多少cm 那个也是一个重点来的 可能maybe就是我弟的脸太长 所以一直不播 然后你去相馆拍的时候 那个人有经验 所以他就把我的脸有点缩短 就变成有点小四方的感觉 就这样一次就过了 然后我们就结了超多天 其实他方法就是如此的简单 OK 今天我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尽量会回答你们 就是把我所知道所遇到的问题 我会回答给你们 然后也谢谢你们观看我 今天的影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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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